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北京实行四天 就说空气 说奥运我们要测试 做个实验 今天还有人给我手机发了一个段子 说一个算术题 为什么要做实验 减掉一半的车 会排掉多少尾气 会得空气减 这不是数学就可以算出来 为什么要做实验 这会有效 这是网上就胡说了 我就是说确实有效 这两天你可以看报纸上都说 给了北京四天的蓝天 他起码在空气质量上 应该说是有了 凭出来 监测空气 看来跟汽车尾气真的有关系 三天北京的空气质量为凉 我经历了 我这几天都在北京 而且正好我要出去 你知道吗 但我那个车是个双号 所以第一次司机都告诉你 说第一天警察查得最严 迎面过来 罚一百块钱 眼睁睁要看着你 打到回府 你我当时反发现 我开回去 就罚一百块 罚一百块 也有说成罚两百块的 罚分吗 扣三分好像听说 他扣三分这更要命 那么但是呢 确实是爽 你还是顶风坐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哪敢 还有一条 就是我 我听一个出车司机说 原来呢 他一个小时挣30块钱 这四天 他一个小时挣60块钱 没错 第二次司机美了 你看他们公交车 他们单双号都能上 他们说哎呦要能天天这样就好 你还别说我哥哥 很难想象啊 在北京啊 我哥哥从朝阳公园 他到北京嘛 我送他 从朝阳公园到北京西客站 我们出发晚了 以为来不及 赶他赶火车 以为赶不及了 最后他打上第一次 从朝阳公园到北京西客站 29分钟 你说 这在北京 一个东北 一个西南啊 对对对 这不可想象的 那第二次司机说 平常你肯定就别赶了 还有我听人说 比如说从方庄到建国门 原来呢 比如说应该是15块 156块钱就行了 但是通常都要40多块 这两天12块 所以啊 这两个人呢 就好像生很久的病 突然一天恢复了 可是比较可悲的是 明天又要生病了 不是 就是我 我王老师 我最近真是有一个感触 平常咱开车呀 根本说 说实在话 你们NGO怎么说 我们也不大理会 但是这回啊 我真的是有点觉着 就是说 假如咱要 咱要做个良民的话 是不是以后 就有那个观念 说少开点车 能不开就不开 自己家里弄个单双号 对 有人说了 说这便宜了 这富人有钱 如果真正啊 买两辆车 这一点没减少 我倒是这么想 就是说单双号这样 我们比如说 我们是为了奥运 我们也可以看看 这样是不是可以提高 我们的空气质量 是不是可以解决 我们的交通 作为一个试验 这个像你刚才 这个网民上说的哈 我们还是有必要的 这样去做一下 但是要从根本上 解决北京的这种 空气质量的问题 还有交通的问题 可能不是说 下一道行政命令 就是单号双号 这样开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长久之计 长久之计 还是应该 我觉得一条 非常重要的是 应该发展公共交通 我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 郑叶夫和樊刚 我们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们就有一场 非常大的争论 在光明日报上 都整版的文章 就是发展公共交通 还是发展私家车 我们的汽车产业 我们的GDP 那么现在十年以后了 我们看出来了 北京基本上 快成了停车场了 每次出行之难 还有一个 公路上都是停车场 还有一个 我想你们二位 北京电话流行语 就是一拿起电话 你还在哪堵着呢 对你们经常坐飞机的 你们可以看 一进到北京的上空 那个就像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黑的一个 一个罩子 没错没错 这种的 我觉得对一个国际 大都市来说 应该不是他的形象 没错 对所以你说 你做一个良民 我觉得这个政府 其实应该有很大的责任 就说要发展公共交通 要便捷 因为不管你是良民 还是什么民 你出门 出门让你很麻烦 你像我们现在 我住在三环 我要到二环 这之间就很难 这堵车是堵的最厉害的 如果你说我像我 我就骑自行车 可是很多人 他不能骑自行车 他要做公共交通 换车 可能就要浪费很多时间 没错 你像香港 我跟你说 我在香港 我就完全可以做这个决定 我不开车 因为开车找停车的地方也麻烦 停车费也贵 而且公共交通 说是在香港方便到什么程度 你要去百货商场 就是你坐地铁 你想你直接就到了百货商场的地下一层了 那当然比你开车方便太多了 香港是这样 你从A到B 一定有五六种方式可以到 有些省钱 有些花时间 有些贵 总归有各种 一定有五六种 一定有五六种 所以开车呢 是一定不是最快的一种 它是最贵的一种 肯定 对不对 它不是最快的一种 你还听 有没有刚才就我们说 这个法国现在换车 他换了一个小排气量 但是你知道法国 现在我的一个朋友在法国 他说现在那什么时髦 骑自行车 对 在法国现在大力的政府 政府来给你补贴 让你骑自行车 我们现在北京也说要弄这个呢 要说要弄五万辆自行车 奥运不是来了吗 大家可以租 就是好像一年一百块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交四百块钱押金 一年一百块钱 从这个站租到那个站 你可以放在那 就是有这个 对你知道这次啊 就是网上你看哈 他一现行啊 你就说法国政府 把几 把法国政府是换了多少辆车呀 十五万辆 高档公务车 现在就换成环保 小排量的这个公务车 我为什么说公务车呢 因为这回 大部分人都挺满意 你别看就说单双号 但是也有少部分人 他不和谐了 对吧 但是他说的也有道理 没有 有人就说了 说那要这样的话 政府是不是应该退给我 三百六十五分之二的 养路费呢 对不对 你法理上你得讲得通才行啊 而且还有人说 说有的先生真会观察 他观察结果跟我不一样 他说这次单双号 那么去掉的车是一百三十万辆 但是他感觉在某些路段上 在2006年11月中飞论坛的时候 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 就是公务车 大概地占公务车的百分之七八十 说是好像有49万辆公务车不能上街 但是他说为什么那49万辆不能上街 感觉中飞论坛的时候比现在交通情况还畅顺呢 他就瞎琢磨 他说王岐山市长说过 说呢 北京的堵车主要还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专车太多 一个是出租车空使率太高 所以他就借题发挥了嘛 他说公务车出行更加肆无忌惮 因为钱不是私人的嘛 油钱的什么都不是私人的 所以你看 是不是公务车你应该 我称过公务车 我问他你这个车号油号多少 司机都搭不上来的 我就说你加一次多少钱吧 他说用卡加的 你加一次跑多少公里吧 不知道的 你想他这样 他使用车跟一般私人的使用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于在今年的两会上 我们的政府报告里曾经提出来 我们现在的这种办公经费的逐年的增多 其中这个车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有两个数据不敢公布 一个就是公务车 全国的公务车占的财政收入的一共是多少 几千亿 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是三千亿 两千亿的 我们那种大亿 你可能会让我们老百姓想起来 也不知道 因为那么多的数字 跟我们比较远 但是我经常在这个这种贫困地区去采访 当然很多是山区 最豪华的车 七八十万的车 在贫困区的这些的县领导里面 比如说四大班子 每个领导开一辆 你就想这么贫困的地区的人 就开这种的车 当然这个里面还不完全是一个环保的问题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公共交通 跟这个私人汽车的发展 这其实是跟决策者的利益集团有关系 我举个例子 美国的洛杉矶 洛杉矶现在大家知道它污染的一塌糊涂 它那个山谷 你在那个比华丽山上 或者是豪雷沃山上 它黑压压的一圈嘛 对不对 然后它的都是平房 然后它就是 所有的人上班都得开一个多小时嘛 后来他们说当初他们要建设一个新城市 要没有高楼的 要房子都能够盖得很远 人人住上小楼的 谁提倡的知道吧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提倡了这样以后 它修得很好的 录了以后 你们人人都得买车 人人都得买车 人人都得买它的保险 就是那些保险公司啊 就是利益集团 它策划了整个城市的规划 现在他们看到洛杉矶是一大悲剧 徐老师 照你这阴谋论 可以说北京单商号是谁操纵的 出租车公司操纵的 不是 北京的那个中国的 全中国的汽车的高速增长 就像你刚才说的GDP 这个是很多人是目光短浅 现在其实给国家的能源 带来的压力有多大 而且你现在仔细想 在上海的那环 在北京的三环 你今天就这么停车场一样堵 你想想我们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以什么样的速度在前进 所以这个私家车的增长率 每年百分之四十几 你知道汽车 去年中国的汽车增长百分之四十五 那是最高的增长值 但是他说 您刚才说的这个目光短视 文涛可能就会提出了 那我不开车 我从家到办公室 我那没有公共交通 我怎么办 就是对很多人来说 是非常实际的 所以你不能怪老百姓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 所以就是存在着 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你知道吧 咱们先去下广告 王老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你说洛杉矶 其实我在洛杉矶的 有一次我也很感慨 就是我坐着一个朋友的车 是一个中国人吗 然后突然他就拿起那个电话 手机 就说我在什么什么什么路上 我看到前面车尾号是多少 他那个车在冒黑烟 举报 就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意识 就说谁 你看我们看着 我们经常说 我们已经特别麻木了 看见这些无所谓了 但是这个中国人到了这个美国 他就有这个觉悟了 他就我看见这个 我马上就举报 我说那会怎么样呢 他说那他就得吃罚当了 因为他被别人举报了 可是你知道吗 最近我在我在我们新经报上登了一篇 就是这个就是马军他们这个环境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NGO NGO 他们呢就就在这个污染 就做了一个水污染地图 这个地图上面 有90多家都是著名的国际跨国公司的企业 这些跨国公司 他们在他们所在国 在日本 在美国 在欧洲 肯定都是达标的 肯定可能他们的优势还是环保做的不错 但是一到中国来 他们就 入乡随俗了 就是也是污染企业 也是这个排放这个污水 这是为什么 我想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大家的这 我觉得这一次吧 就像你刚才说的 是不是要做一个良民 就是说这一次呢 就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这一次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你说的这个就好 还有一个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在坐车和一个荷兰的一个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官员在外在外地采访 他吃完了那个包装纸从窗户就扔出去了 哎 我说你在荷兰你敢这么扔吗 你在中国什么 他说大家都扔 没错 外国人学的快 你知道吗 外国人学的 天性是一样 天性就是制度 就好像说什么人 什么人最喜欢秀水街啊 老外最喜欢秀水街了 全是假 老外觉得中国天堂 人家现在秀水街说 据说管理的不错 就让管理不错 假冒不能进入这个 他说的是这样 我跟你说 就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我有一次跟那个小丽 吴小丽我老说 他是台湾人 我们有一次呢 就是到一个地方会见一个高官 很高的官 坐他的车嘛 我们俩坐在后座 有一个细节 把他惊坏了 就是这个 这个高官呢 就坐在前座 车窗一摇下来 什么国家的高官 我们某省的高官嘛 我们去采访嘛 当时他在他后排 这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说 这上下 他是一挤的 你知道吗 我曾经做过 那个十个 那个就是采访 我有的是喜欢 做一点小调查 就是十个人随地乱丢东西 就是我去制止 就是有八个人 就给我的是白眼 就我根本 我说 你怎么为什么 这挺干净的 你为什么扔东西 关你什么事 关你 对 就是说关你什么事的 是还算说话的 基本上就嫖你 根本不理 不过现在 就是 所以我老实说 去趟外国有好处 那天我们聊的细尼 我想来想去 就是北京 你比如弄这奥运 什么建筑场馆 这事能有一篇 大干快上 就能有一篇 可是你这个空气 为什么他这次做实验呢 你也确实感觉 你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 乌烟瘴气 你这很难跟人家比 就是你到外国 才知道什么叫空气新鲜 但不是所有的外国 就有些人家那些 注意环境的国家 因为你发现没有 噪声污染垃圾 是你看得见听得见的 空气叫一个久入鲍鱼之寺 久而不闻其臭 你这个不觉得什么 但是你像你到三江源头 哇一下 这什么叫神仙 你就感觉到了 归根结底人是要舒服 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呢 其实也还是贪舒服 对不对 而且这个汽车 你知道汽车这个利润呢 我原来一直觉得 中国的汽车工业 是被八国联军欺负 你算一下 一共是八个国家的汽车 辞呈在中国 你是欧洲五个国家 韩国 日本 美国 加起来 我说八国联军的汽车 全中国都是他们在横行 可是我最近才看了一份材料 知道我错了 原来中国现在进口汽车 少于出口汽车 就是中国出口的汽车比进口的汽车 不仅是数量上出口多 连钱的总额上都是出口多 中国大量的卡车出口最多的是叙利亚 墨西哥 你知道到第三世界去 中国在汽车工业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工业了 而且这个势头还越来越大 你说他在国家经济上怎么没有发言权呢 他每年百分之四十几的增长 而且他赚外货 而且中国汽车现在眼睁睁的要进入美国市场了 美国人高度警惕 因为美国的老百姓没什么民族爱国心的 他哪个车好用他就买什么 什么便宜 所以他们现在美国已经在汽车工业拼命造 Made in China的坏话 玩具做的不好 汽车怎么能做的好呢 但是你看着中国的便宜车一定会打进去 一定会打进去 所以汽车工业这么发达 这么繁荣以后 公共交通就像你说 你说为什么不拿出一些钱来帮助公共交通呢 不 他钱都在哪里 到公路 在香港做公共汽车 你得拉着扶手 开得快 可能这四天大家体会到快了 但是通常来说 北京的公共交通 基本上当牛车时 他虽然有一个公交那个车道 但是他架不住他一堵就不管你什么道了 要是所有的领导干部 一个星期有一天也不要单双日了 一个星期有一天是不用公车上班 就不用轿车上班 是坐公共车上班的话 只要一个星期有一天坚持一年的话 我相信交通状况就会这样的良民 就有这种良民意识 我觉得这个这次是这次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因为你想可能这一次不能解决长久的问题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 这四天的空气 这四天的交通的顺畅 不得不让每一个人思考 我将来我要买车的时候 我是不是又对空气污染要造成的影响 他这个现在有个生活 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意识 你看去年我们那个国家环保局 做了一个就是国民的这种环保意识的调查 就是国民意识 就环保的意识的这个数字是57% 就有这种意识的人 就说行为的可能只才是50%还是多少 就都不及格 都不及格 现在你估计这良民就属于慢慢往清流的方向 正在改邪归正的这个过渡点上 但是我是说确实有个关键问题 你刚才讲这个汽车 我想问你们 你说中国现在就肯定是进入汽车社会了 这个进入的 正在进入中 是进入的太快了吗 还是说不应该这样 还是说本来我们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汽车 你比如说包括这个奢侈品 你比如说现在 那个博览会上 你知道外国人的惊讶上千万多百万的车 中国大款的全卷走了 这是真的我在巴黎 我在细尼 我跟你说 我看到那的人很朴实的 车真是代步的 破破烂烂 甚至你知道巴黎那个车 他经常停的地方很小 就光机撞一下就撞一下 他都是就是不可代步的工具 人家没你这么烧包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一个大国际化的大都市 它的公共交通应该是它的一个标志 你像你像比如说你去纽约你去这个伦敦 他就是地铁非常发达 他的那个像像美国很多的地铁站在交 人都住在郊区车最多就开到地铁站 然后进入城市以后 就是这个这个 反国人的自己限制车 可是他造奢侈品 主要销中国 那个湘西里社的LV的总店的营业员 看到中国人都会讲两句话 说女的 我见过的中国人的最漂亮就是两个 一个是鼓立 另外一个就是你 高兴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随着这次的这个停车四天 其实我们一些看到的一些问题 相应的一些制度或者一些法律法规 应该也能够逐步的 你比如说这个燃油税 你比如说你开你就在油里面来解决你的那个交的这个养路费 现在呢不是 现在人说这个养路费还养着很多人呢 很多人是靠这个来来来供吃他的饭碗 那么那这些这个这个你要是比如说 我今天要开多少车 我就得加多少油 我加多少油 我就得要交多少税 那可能那那税那有人就要算账了 对吧 像你就比如说进的我就是不是就少开点 我要算算 那现在被迫为了市中心改造 被迫迁到五环左右的弱势集团 这个打工阶级就要抱怨了 你们在家你公家的车你不心疼啊 我们全家都我们自己头上了 我们被迫迁到五环外 我们不开个小破车 我们怎么上班啊 你说现在北京已经到了 那如果是群体人家要做公共交通 我现在北京真的已经到了 这个情况在纽约都不会有的 就是打工阶级用汽车代步上班 是啊 这个在巴黎在纽约都不 在东京也不行 也不会 东京上下班的人都是坐火车的 因为他做不到 因为他开车的话 他两个小时都到不了 他们都是火车站到了以后 坐一点出租车 骑个自行车 或者走一个步 你像在香港 你就我们凤凰卫视总部 只有老板 在高级人士 总裁他是有车 其他员工 99%都是坐地铁 所以咱中国后来计算 进入汽车社会的速度最快 但是我就还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公共交通 你建的怎么样特别重要 你就在香港那边他有空调 一般都有座位 对吧 有座 有空调 有座位 而且最主要换乘方便 换乘方便 基本上坐到哪 你直接就进门了 相比之下 在北京 他使用公共交通不方便 但是北京的汽车 他的使用的价值低 不是使用价值低 使用的成本低 就他停车方便 他到处很多 高速那道线上 两个人你就上去 你才可以开 一个人你不许上快行道 像这样的东西 慢慢裹着的应该 现在也有人提倡 说是坐满了的少交钱 只坐一个人的车 就罚你钱 或者说就对你严格 这两天的车比也很多 这两天 对